大家好 歡迎來到Livewood生活Lifestyle的網台 我的名字叫Horace 我的職業就是教唱歌 教了很多人 教了20年唱歌 當中的學生都可以的 接著就有做指揮 很多合唱團 樂團 Show Choir 即是一個跳舞的合唱團 還有做很多不同的活動 所謂的組織 計劃 創造 等等 簡單來說就是很喜歡玩 很喜歡玩 很喜歡試新的東西 很喜歡把東西推到新一步 所以我就看到無線電視 飛雪台 TVB 搞了《星夢傳奇2》 即是《星夢傳奇1》 《星夢傳奇》系列對我來說是非常震撼的製作 因為完全是把技術層面 流心的層面 把製作技術 跟著台的設計 和參賽者 老師的投入程度 完全是同級的 也是很值得去繼續做得多 反而 但我知道成本很大 這些程式 真的令觀眾覺得好看 還有真是培養到一群香港樂壇的心血出來 今天我就想逐個學員做一個小小的個人 即是我的個人看法的總結 今天這一集就是講冠軍 即傳奇新星 Jasmine 任凱晴 Jasmine 任凱晴 坦白地說 一開始 即是她登場的時候 即是未開始節目的時候 即是她登場的時候 即是她登場的時候 個人的來說 我沒有想過她有機會冠軍 也沒有想過她有機會冠軍 即是獅子老虎 也沒有獅子老虎 即是這麼多很有才華的一群人 其實她一開始就不是太突出的 其實她一開始就不是太突出的 那直至於她 開始留意她 原來她可以的 就是她第一個登場的唱 在唱一加一的時候 不是她升不升起奧母劇 而是那一刻我聽到她 咦 功力都頗舒服 我的聲音頗好 整個表演項頗有親和力 但是那時候也是覺得少許 然後後來去到大台上面 即是星夢的台上面 唱這個肉蝴蝶 唱得很好 但是都覺得她害怕的 亦都欠缺笑容 所以我就覺得OK 但是挺有趣的 就是這樣而已 但是去到3AM的時候 這一回合是她唯一一回合輸了 如果這麼多回合 其實她基本上都過了 唯一3AM輸了 但是對我來說 這一回合 是我自己覺得最好看 因為開始看到 咦 挺活潑 開始覺得她的能力挺好看 這個能力來說 除了她的五官是否漂亮 或者她怎樣之外 是她在台上給到一個 散播到一些能力出來 是讓人感受到的 這件事是很虛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有 很多人可能在台上 掛著自己唱歌 但是覺得她的能量放射性 可能是有 但是只是前面那一點 或者不是很闊 但是3AM我覺得是有的 OK 挺好 然後在唱歌方面 我第一次被她感動到 就是寬樂今宵 感動到的 不是說感動樓梯那種感動到的 但是純粹是 我一聽到 deliver 挺好 細緻 有層次 好聽 然後還有 如果我認識了聲音 只是看她眼神的演繹 是很relevant 很relevant的意思 不是說 不要閉上眼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有慘慘的故事 寬樂今宵 之外就是 她是每一句 她說的話 或者她唱的歌 在寬樂今宵之後 她唱的歌和眼神是可以配合到的 OK 可以配合到的 你看一看 她真的在說那句的故事 真的 這件事是要 可能有兩個方法做到的 一個就是 digest 了那個劇情 即是digest了那首歌的故事 第二個方法 就是細緻到 逐手逐句去想 究竟這一句的眼睛 或者整個presentation 要怎麼做 手怎麼放 那些可以是自然也可以設計 但是有 寬樂今宵開始有 激光中 其實她已經開始跳舞 我覺得挺好 接著 者摩近那摩遠 也是 跟寬樂今宵的感覺 是差不多的 但是也是表現到她的好 OK 我等到 花兒打謝了 也是同一個感覺 也是表現到她的好 所以 去到final那一回合 其實我 final那天 她唱第一首 我等到花兒打謝了 除了這套衣服 就是挺適合她 整件事 那個氣場挺好 之外 只是寬樂今宵大了 就是good 但是not very very good 接著最後的風料 就 一點都不風 一點都不風 但是就很好看 很好看的意思就是 那個groove的感覺 很適合她的年齡 如果你真的唱 林憶蓮的風料 就未必適合 現在16歲的Jasmine 但是反而 現在arrange了之後 整個感覺 就很適合 現在16歲的Jasmine去唱 我在另一個節目也說過 是否唱歌沒有問題呢 不是 她的咬字不夠清晰 不夠一粒粒 我經常說一粒粒 而且在唱快歌的時候 她的咬字是未能配合到groove 不是她拍之前不合 是咬字那一刻 是有輕有重 有輕有重的 對不起 有輕有重 那些呢 就要配合首歌的節拍 多一點就會更加好 她的聲音一定不是Janice 可能很闊的range 大開大合的range 或者成熟一點的type 她的聲音也是暫時來說 是少女感重的 但是跟她的鋼琴 和她的唱focal 就是唱classical的背景 她又可以穩穩地 少女聲音 即是每一個人 會經歷不同年齡 有不同的聲音 或者不同年齡 我們追求不同的聲音 或者不同的歌手 我們身上不同的聲音 如果她有一把 因為反過來 如果Jasmine 有一把很成熟 很巨廢的聲音 那就可能沒有她現在 那種很強的親和力 但是她又沒有嘗試過 去超過她的聲音 即是她沒有嘗試過 我要嘗試巨廢 我沒有嘗試過 所以對我來說 我整個留言就是 《歡樂今宵》 《折摸近阿摩遠》 以及《我等到快爾有一隻鳥》 三首的感覺 那條線條 那個形狀 那個顏色其實差不多 但這件事真的挺適合她的 所以是不錯 但未來的路向 但我無論如何 我不需要她變成巨廢 也不推薦她 下一次 弄一首 很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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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四大天王的想法 其實每一位天王 或每一位星 各有各 他們自己的強行長處 有些人很帥 有些人跳舞 有些人很有型 有一個就是 郭富城的跳舞 張學友唱歌 所以我們覺得不同的 力度 都有不同的爆炸 所以Jasmine的力 儘管她不是要她成為巨廢 但她不是巨廢之外 亦有很多方法 令到你的聲音感動到人 事實上 第一屆大家看到 很厲害的一個新星 同系冠軍 艷明熙 Gigi 她都不是巨廢類型 但她有幾個不同層次的東西 她的好就是 她的聲音有很多層次 被人聽到 也挺有趣的 Jasmine可能未必會走這條路 但再次未必需要巨廢 但繼續走 繼續去聽 創造了自己的角色 創造了自己的作品 希望在未來 你可以更加亮 這個就是 我對Jasmine的一些感覺 希望大家 否認同也好 在下面留言 然後就是這樣 還有Like 還有Share 還有Subscribe 按個鐘仔 就是這樣 謝謝 下次見 拜拜